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网点评 我是奇哥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有科学家说 病毒是由野生动物传播 自此亚洲多国纷纷发表声明 承诺禁止贩运野生动物 究竟有哪些国家遵守承诺呢 与大家去看看 有研究认为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可能是人类同受感染的蝙蝠 亦或者是穿山甲接觸之后开始 而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经常成为这类非法猎暴动物产品 最终进入中国的渠道 越南警方近年来多次策获 有关返运野生动植物的案件 美国之音引述当地的环境保护组织说 越南执法同刑事法院正在加大力度 打击盗运野生动物罪犯 而有关法规在2018年进行了修订 自身法律生效以来 尤其是在2020年除了逮捕的比率提高之外 罪犯入狱的比率也同样提高 根据环境保护组织收集的数据 在进入司法程序的动物返运案件中 今年被判入狱的百分比接近七成 证明越南当局对野生动植物返运犯罪越加重视 有环境保护专家表示 自身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为了阻止潜在的病毒来源 以及对野生动植物的任何伤害 终止野生动植物的贩卖和走私 显得更加迫切 而社交平台Facebook也作出配合 取消了几百条 在东南亚提供非法猎暴的动物 和动物身体部位的贴文 环境保护组织有指 假如要彻底结束动植物返运 下一步应该将注意力转向返运团体的首领 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国家官员 而东南亚国家 还可以将执法焦点放在港口及机场及洗钱上 越南总理远春福早前下令 禁止进口及销售野生动物产品 命令将该行任务指派给每个行政单位 从国防部增加边境巡逻 到卫生部检查药房是否出售带有非法动物成份的药品 另外,越南当局发声明说 将会通过加大对跨国犯罪分子的调查力道 并对滥用职务和权力以实施犯罪的策划者和首领 施加严厉的惩罚方式来执行该指令 今集东网点评时间差不多了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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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